今天又帶來另一台 也是製作單位問我說 中醫姐 如果有那麼一台車 你會想要再度擁有的話 你會選擇什麼車呢 我選擇了凱燕 德哥 你有沒有覺得很意外 其實一般來講 保時捷當然很多男人心裡的夢想 夢想車 但是保時捷的休旅車 然後又是一台灰色的 鐵灰色的 這其實是適合漢子開的 你沒有再強調這一點 但為什麼會是中醫的車 後來剛才你講的時候 我發現透露了一點玄機 你說這一台290匹你很喜歡 後來剛好這一台也是290匹 對 沒錯 因為其實以前我開過一樣 第一代的Mk2 但是我當時是黑色的 為什麼選擇這一台車 其實為了一個 大家都想像不到的理由 為了行李箱 真的 為什麼 我們要不要來後面看一下 因為行李箱的位置 它開口非常的大 然後那時候因為中醫 都是要顧小朋友的 小朋友的部分他學大提琴 所以 沒有 你知道就是很多小朋友 現在都學才藝 我必須要從一個四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 到全尺寸的大提琴 都要能夠放得進去 而且那時候講休旅車 大家都說你不要想操控 可是保時捷的真的不一樣 開過之後我就覺得說 又休旅車又有空間 又有空間 又有曬季度 然後又有操控感 所以若干年後 我其實有想動念 你已經買過了 你為什麼還會想要再擁業 因為我就覺得說 那我現在又開鋼炮 那不然載回來 開休旅車空間很大 不是很好嗎 因為GTA說真的 行李空間相對還是沒那麼大 可是我先生用一點理由 說服了我 如果你有更多選擇 你就不妨打開你的眼界 要多接觸 多開 多比較 多試他的油耗 原來你們也是同樣的論調 謝謝